大家好,我是Stan 背貓嚇到的女主播 韓國擴大限速令範圍 目前為止在韓國的便利店是不可以免費提供塑料單 客人可以花100韓元購買 但是以後會是完全禁止使用 11月14號開始 韓國的便利店、點席店都禁止使用一次性塑料袋了 而餐飲、服務廳等地方禁止使用紙杯、塑料吸管腳棒棒 在體育設施裡看比賽的時候 也不能提供銷售塑料的因緣道具 不過這個限制令會有一年的過渡期 一年裡如果有違規的行為會暫時不處罰 而在一年過渡期結束之後違反規定的話 會處罰300萬元以下的罰款 所以以後大家來韓國旅遊的時候 應該就很難見到塑料袋了 應該沒有人想要建塑料袋吧 對於韓國完全禁止使用塑料袋 大家覺得怎麼樣呢 之前給大家介紹過 在韓國飯圈非常有名的這個動圖 在韓國被稱為是 銀行員 來賓請坐這裡 大家還記得嗎 這個動圖的主角Tooting Catcher成員蘇阿 公開了這個動圖的秘密 蘇阿表示 在簽名會的時候 看到成員卡一向撒嬌地對粉絲說 太苗條好像就能飛起來了 所以我就說了 這是在說什麼後 對那位粉絲說了 請飛過來吧 請飛過來吧 更好笑咳咳咳是吧 請飛過來吧咳咳咳 表情太好笑了 真的好好感 請飛過來 知道後再看的話 感覺更可愛更好笑 請飛過來吧 連續五年一位 韓國人最喜歡的男女藝人 韓國一家媒體每年都會公布 韓國人最喜歡的藝人排行 而瑜伽策與IU連續五年登上了男女藝人的一位 而引起了網友們的關注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從2018年到2022年 韓國人最喜歡的藝人排行 都有了什麼樣的變化 2018年五位蘇集策四位拍播公 三位BTS 二位IU 一位瑜伽策 2019年五位蘇集四位拍播公 三位共有二位IU 一位瑜伽策 2020年五位共有四位 老吳男三位IU 二位BTS 一位瑜伽策 2021年五位共有四位成績人 三位BTS 二位IU 一位瑜伽策 2022年五位缺步的 共同三位BTS 二位IU 一位瑜伽策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 我們下支影片